你去哪里了,对不起主人,没来得及跟主人说,我去找姐姐了,姐姐? 嗯,当年我和姐姐一同和跟夫人来的这里,只是姐姐没进宫,一直在外面医馆学医,后来我们被陛下关在留清殿,就再也没有机会去见她。 这次我也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,没想到还真的能出行宫,所以就去找了姐姐。 主人不会怪我吧,我下次再也不敢了,没有,我没有怪你,倒是辛苦了你,这些年一直和我受苦,还害得你们姐弟分离这么久,主人千万不要这样说。 阿宁愿意陪着主人,不管受什么苦都行的,没被怀疑吧? 没有,我说皇后想吃外面的点心,他们自然不敢拦也不会怀疑,说着温宁把一大包吃的打开。 卫英看着这些没见过的小灵嘴,欣慰地笑了笑,至少她还不是一个人。 有温宁这个玩伴陪着,也算是安慰了,陛下这几日有没有欺负主人? 没有。 卫英没把前几天发生的事和温宁说,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,聊了几句卫英便有点困了。 温宁伺候她睡下,这一觉就睡到傍晚,卫英简单吃了几口,这屋子她实在呆得烦闷,想出去走走,但想到陛下的人肯定会跟踪,便只在院子里走走。 却没想到还会有人来拜访她,蓝湛第一次进这里来,打量了一下四周。 最后看到树下站着的人,面无表情地走过去,魏英看到是她眼神亮了一下。 每次见到这人,心里的感觉都不一样,对她卫英生不起恶意来,尽管她是皇帝的儿子。 她实在想不出这是因为什么,说到底,她还不懂那点心思是喜欢。 蓝湛像是这无尽深渊里一束无名的光,尽管她依旧是那副高冷的模样,也不会阻止卫英想要靠近的脚步。 二皇子怎么来了?我也不想来,只是来还东西而已。 卫英眼神黯淡下来,她能清楚地看到蓝湛眼底无波的情绪,卫英知道他们的身份。 这仿佛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,只能无措地伸出自己的手,蓝湛把东西放在她的手里。 卫英看了看,原来是自己随手刻的一只小兔子,小小的兔子摊在掌心。 好像还有蓝湛的温度,蓝湛转身就要走,卫英叫住了她,母后还有事? 没有,我只是想把这只兔子送给你,反正我也不缺这,不用,不喜欢。 哦,这样啊。 卫英立马转身,手里紧紧握着兔子,不想自己这副失落到想哭的样子被蓝湛看到。 再次转过身来,蓝湛已经走了,卫英松开手,看着送不出去的兔子,胸口闷闷的,随手就把东西扔了出去,没多久,她就后悔了,不管怎么样,蓝湛也碰过了的。 朝着刚才扔的方向卫英又去找,小小的玉兔子安静地躺在草地上。 卫英捡起来,朝着霞光举起,兔子唯妙唯笑,为什么会不喜欢呢? 或许只是不喜欢送兔子的人吧。 避暑接近尾声,蓝帝终于出现了。 满眼都是愧疚地对着卫英道歉,面对皇帝的示弱卫英也不好揪着不放。 给了个台阶,就算把那天的不愉快接过去了,蓝帝一高兴,晚上还准备了篝火晚会。 卫英小时候在塞外的时候见过,那时父亲和爹爹都在,以前的时光总是美好的。 卫英看着眼前跳动的火焰,一时的感慨让他牵动嘴角,同时也牵动了在座每个人的心。 都说难得一见是美人笑,如今借着月色、篝火、还有美人,那些个见不得光的思绪被打开。 透出贪得无厌的欲望,卫英还不明白自己现在已然成了那些俗人脑补的对象。 卫英端起酒杯小口品尝了一下,他不喜欢这个味道,后来便再也不喝一口。 一块鹿肉夹到碗里,卫英对着蓝帝笑了笑,却始终没有动快,蓝帝高兴,喝了不少酒,对于他来说这也是难得放松的时刻。 卫英怕他喝多会乱来,只得按住酒杯,蓝帝心下一动,小声地在卫英耳边低语。 夫人这是担忧症吗?嗯,喝多了难受。 好,那就听夫人的,蓝帆看着那亲密的一幕,冷哼了一声,提着酒杯走了,卫英自然知道他离席了,因为他的眼神总是有意无意地看向蓝帆的方向。 偶尔几次四目相对卫英都能从蓝帆的眼里看到厌恶的情绪,或许他也是低看自己的吧。 心里更加难受,可他不喜欢酒,要不然定会喝他个鸣鼎大醉,好忘记那次人的眼神。 夜幕降临,篝火熄灭,刚才热闹的一片顿时寂静无声,蓝帝还是醉了。 卫英安顿好他便在无睡意,他此刻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,也比任何时候更加想要见到蓝帆,明明知道这种想法不能再滋长,可他就是控制不住。 情窦初开的少年总是爱意满满,这情动得没有章法,动得不管不顾,他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人,只是沿着道路漫无目的地走,祈求能运气好点碰上他。 越走卫英越是,觉得熟悉,他走到了那天的那条小溪,索性今晚的月色够好,他能看清一切。 更是看到了想见的人,蓝帆就坐在一块石头上,抬头看着月亮,有一口没一口的喝酒。 卫英盯着他看了许久,每次迈开的步子都被他收回来,原本那么想见他。 可真正见到了却没勇气过去打声招呼,估计自己现在出现在他面前会让他更加轻看自己吧。 蓝帆眼珠转了转,随后低声笑了一下,他早就知道有人在身后,他本想等那人自己上前来。 可都这么久了,他也不嫌腿酸,还要看多久,卫英一下惊醒,咬着唇走过去。 蓝帆转身就看到卫英踏着月色走来,不得不说他从未见过这么让人赏心悦目之人。 只可惜招惹了蓝安,心里还有点替他惋惜,毕竟父皇他不配,蓝帆嘴角擒着笑,问他来这里干嘛。 卫英断断续续地说自己只是睡不着想出来走走,不是喜欢迷路吗? 这次倒是能找准方向,卫英被他说得脸红,却不敢说自己就是来找他的。 如果蓝帆问找他干嘛,难道说只是想见见你这样的荒唐话吗?那一定会吓着他的。 二皇子,叫我蓝帆,毕竟以你现在的辈分可以直呼我的名讳的,你是不是讨厌我?说不上讨厌。 但和蓝安有关系的,我都不喜欢。 卫英心里苦笑,亲耳听到这句不喜欢,他不知道心里是疼多一点,还是释怀多一点,第一次这么想要靠近一个人,结果被嫌弃得一无是处,或许他该放下那虚无缥缈的念头,专心为父母报仇。 把心里那一点点小火苗硬生生给阻断,只是蓝帆这条路好像行不通了,他不会帮自己的,因为他不像是会给自己招惹是非的人,从行宫回来后卫英没有再见过蓝帆,后来才知道他已经回了自己的封地,这次也是因为皇帝生辰才回来的,自然不会待太久。 卫英压下心里的难受,去找了太子,东宫不比其他地方,这里也不该是卫英来的地方,毕竟后宫和臣子之间还是没有来往的好,不然被有心人发现会惹来祸断。 可卫英在乎不了这些了,皇帝近日来越来越放肆,他快要支撑不住了,他要早点查清真相,如果真的与皇帝有关,那他拼了命也要和他同归于尽,这是他活下来的承诺,不然他早就随父亲他们去了,只是想着没人给他们报仇,作为儿子心里会有遗憾。 蓝西辰正在书房,可他不是处理事情,而是作画,而那画中人正是卫英,他口口声声的母后,画笔描绘着那人的轮廓。 蓝西辰伸手俯上去,心里思绪万千,多想让他属于自己,从见到的第一眼,他就有这个想法了,卫英的美与众不同,他见过的人不少,唯独卫英让他念念不忘, 是见一眼就能刻在心上的,卫英,你早晚是我的,画作完成。 蓝西辰挂在墙上看了好一会,直到门外有人出声,殿下,皇后来了,谁? 皇后,蓝西辰愣了一秒,然后收起画,让人把他带来书房,同时心里在打鼓,卫英居然亲自来找他,不过这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了不是吗? 卫英被引进书房,然后房门被关上,抬眼就看到蓝西辰那副招牌的笑容,只让人挤背意涵,卫英也不露怯。 回忆一个微笑,母后请上座,卫英走过去坐好,她也不拐弯抹角,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。 她相信,以蓝西辰的实力,不会不知道她来事有所求,而不是单单来联络亲情的,能为母后做事是西辰的荣幸,乐意至极。 好,那我们算是达成共识了,不过,卫英知道这是必然的环节,既然有求于人,就该给予回馈,这是她来之前就意料到的。 男人嘛,不就那么个要求,她早就看透了,只要太子能达成所愿,卫英愿答应太子一个要求,好,行事很顺利,卫英回到刘青殿,卸下疲惫,趴在玉桶边沿,整张小脸在热气的熏蒸下变得粉红,发丝黏在脸颊,多了几分诱惑。 温宁进去就看到主人这副模样,喉咙不自觉地滑动,温宁,你来了,嗯,要不要替主人更衣,不用,我想再待一会,好的,卫英闭上眼睛,白皙的手臂就这么随意地搭在一旁,水滴顺着指尖往下滴落,温宁看得吃了,从小她就知道主人好看,温宁,我需要的要你姐姐能配得出来吗? 说到要温宁赶紧把怀里的东西拿出来,卫英看到后来了劲,她没想到温宁真的能配出这种药,这简直就是她的救命符,如果真的有用,那她就不用那么操心了,这,真的有效果吗? 嗯,姐姐说保证有用,这个符用后会让人陷入幻境里,像身临其境一样,好,卫英颤抖着接过来, 多日来的阴霾总算透尽一点光,如果再想不到办法,她可能真的会被兰安欺负,现在好了,不过她还是有点担心,万一效果不行可怎么办? 温宁像是看出她的担心,提议要不让她先试试,卫英自然不同意,她不会拿温宁来试药的,今晚陛下肯定会过来, 你去准备吧,不管结果如何,我都要试一试,兰安一如既往地过来卫英这里歇息,眼看着人已经沐浴好,兰安那点心思又被勾了出来,她发现,卫英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, 更加让她心愿意满,阿县,过来,卫英走过去,对着皇帝笑了一下,这可是要了兰安的老命了,迫不及待想要做点什么,不然她要疯了,陛下别急,先陪阿县喝一杯,不然阿县紧张,好,阿县说什么就是什么, 一炷香后,卫英沉着脸,听着兰安嘴里的那些乌言晦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